理查的姑妈上映三千票房就已经2.33亿,不过伴随着一直在上涨的票房,口碑是越来越不好,评本更是低到了5.2,虽说是一部搞笑的喜剧电影。 可网友们看完却吐槽这部电影毁了三关,带来了不好的影响,更是有网友之后这样的电影就不该上映,很多人都梦想着一夜之间身价上映,成为富豪,但现实总是在梦里才能想到。 不过这部电影却把这个梦演出来了,一个小人物想要追求富家女,各种手段都用到了,也因此许多剧情也有些过于大胆。 对于小孩子来说确实有些不适合,为此女心理爱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满眼心中的怒气,发文指出了这部电影的不高雅,并称这部电影真的不适合孩子看。 确实如今的孩子过早的成熟对于电影中的很多剧情似懂非懂,而这部理查的姑妈中却忽略了这一点,只是为了逗大家疑乐,因此电影收获的票房却失去了人气。 李爱的发文也得到了许多网友的赠同,认为这部电影为了搞笑带坏了小孩子。 这使人不得不想到了正一间的古惑仔,让许多毫无判断力的少年在看了这部电影之后,也效仿着电影中的剧情做了错事。 而这部电影也正如古惑仔一样,又要大坏一些人,电影还在上映,网友还在吐槽,小孩子还是会去看。 电影究竟毁没毁三观,在网友们心中,都有些不一样的看法。 不过这部电影却能令人横肤的哈哈一笑,可不会带给小孩子人生的哲理。 对于看过这部电影的网友,你觉得真的不适合小孩子看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